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就如上文书所曰,咱们要讲讲啊,这岳中旗和这张广寺之间到底有何收何愿 要说起来啊,这岳中旗和张广寺那都是清朝的名将 要说起这张广寺啊,那是这个雍前两朝的重臣 这岳中旗就不一样了,岳中旗历跨三代 在康、雍、钱那都立过赫赫的战功 这二位啊,虽然都是朝廷的重臣,可是啊,这两个人怎么比较呢 要说这张广寺啊,他实际上是朝廷里边的大学士啊,鄂尔泰的人 要说这岳中旗呢,中军报国,他谁的人也不是 他呀,是皇上的人,并且岳中旗这个人呢,在中军上啊,可圈可点 有道是这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这岳中旗呢,历经三代 无论是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哪一朝 也不拉帮结党,都是直接效忠皇上的 这岳中旗军们呢,自东美啊,好龙斋 是四川成都人,四川提督,岳生龙的儿子 宋代的抗金明将岳飞,那是岳中旗的先祖 这岳中旗啊,是他那第二十一世孙 说实在的啊,这岳中旗一生啊,中军报国,战功无数 吃亏啊,也就吃亏在这个身份上了 在我的书馆里啊,拒绝任何沙文主义 在我心里,党相、女真以及契丹,那都是华县民族 那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满族了 这呀,和这个罗扯恶国,和这个小日本侵略中国不一样 这些个民族,通通起源于中国,而消亡于中国 完全啊,是咱们民族内部矛盾 所以说呢,对岳中旗这种饱疆未土,忠君爱国的人呢 我是佩服的,我表明一下态度 我也不想有人呢,在这刘元区,以及这个大墓区呀 骂贤街,得嘞,咱们几句谐言勾开啊 继续说这个岳君们,咱们在这儿啊,不被年谱 所以说呢,咱们只说这岳中旗和这个张广四之间的矛盾 这岳中旗呀,和这个清代很多这个名将不同 岳中旗呀,可不是这个文班出身 他入士图的时候,那就是游击 那呀,还是康熙58年的时候 这张广四比起岳中旗来呀,那就晚多了 哎,他是这个康熙61年呢,捐班知府出身 您看没有,这个捐班啊,是个文官 这一上任呢,就在贵州的四周 后来呀,他追随了这个大帅厄尔泰 哎,这个大帅一词啊,不一定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这是清代对都府一级的官员的尊称 到了雍正四年的时候,这雍正皇帝呀 在这个云贵川推行改土归流 这件事交给谁了,交给了厄尔泰 咱们开头怎么说来着 这张广四啊,他是厄尔泰的人 于是啊,在这个推行改土归流行政的同时 他追随厄尔泰,立起了不少的功劳 那么这二人按说呀,是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呀,在这云贵改土归流 另外一个呢,在四川呢,做他的武将 哎,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这这个两个山呢,他见不着面 这个两个人呢,他就没有不碰面的 这二人的恩怨呢,还就得从这个雍正八年开始说起 这雍正八年啊,那年算起来功力呢 应该是1730年,朝廷啊,争准达尔 岳中旗跟张广四啊,那会儿啊,可都升官了 这岳中旗是什么人啊,是这个亲命宁远大将军 张广四啊,是宁远大将军手下的一员副将 这会儿的岳中旗啊,那可真正是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啊,这张广四啊,是因为改土归流 所以呢,才得到了这个皇上的恩宠 这升官啊,是正常的,那么岳中旗呢 哎,这岳中旗全是战功啊 岳中旗啊,于这康熙五十年由捐纳起家 哎,您别看呢,这游击,这小排长啊 这官小也是捐来的 到了康熙五十八年的时候,这准嘎尔西扰西藏 岳中旗奉旨入葬,初步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方面才能 六十年的时候啊,班师回朝,以功勋受左都督 随后啊,才算正经的步入了仕途,调到了四川 接替着他爹岳生龙四川提督的职位 就是这样啊,一发不可收拾 这岳中旗啊,在军中是屡历战功 正郭克罗,凭罗伯藏分增 正青海,早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 受这个青海猛葬参赞大臣 雍正二年,受三等功 这个六月的时候啊,兼甘肃提督 三年二月兼甘肃巡抚 到了雍正三年的七月又授予川山总督 您看了吗,当年啊,大清朝 西南西北这点官啊,不够这岳中旗 一直坚韧的了 所以说啊,在那会儿,这张广四和这个岳中旗 还想斗啊,斗个屁,身份就不够 还是那句话啊,这人啊,无千日好的 他花五百日红 也就是这个雍正三年的前后啊 哎,出屁了,什么事来了 曾敬案,这曾敬案啊 咱们在前头啊,咱们单门讲过 那既然讲过嘛,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忘伸了八尺 为了前后啊,能衔接得上 咱们简单的一带而过 这曾敬案啊,就是啊 说有这么个老头子叫曾敬 是个老学匠 因为听信了谣言啊 他认为这个雍正皇帝这个皇位来之不正 所以说呢,就四处山音风点回火 给这雍正皇帝造谣 并且啊,派出了自己的青春弟子 上四川呢,煽动这个岳中旗啊 举起这个反清的义旗 并且啊,信中言辞犀利 说你作为一个抗金名将的后人 现在怎么能够辅保这个满清达子呢 这岳中旗啊,当然是没听他的 也没敢瞒报 劈着啪叉呀 把这封书信和这个徒弟打成一包 就送给了朝廷 并且还亲自上了请罪的折子 不过经过这坏人挑唆以后啊 自此,这雍正皇帝和这岳中旗 君臣二人当中啊,就有了离析了 您想着,雍正皇帝他是什么人呢 他自己说自己啊,就是那样的汉子 哪样的汉子 其实就是那个小心眼的汉子 哎,赶上这岳中旗啊,正走背字 倒霉的时候,在这徐北军中啊,犯了好几次低级错误 哎,十日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盗驼马 到六月的时候啊,又让嘎尔丹策领结了粮草 雍正皇帝一下子就借此机会啊,攥住了岳中旗的小辫子 雍正九年的二月,这岳中旗啊,向军机处啊,发了一封停机奏报 上边啊,是关于西北军事的十六条建议 这皇上说了,岳中旗所奏朕详细批篮,竟无一条可踩 那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岳中旗啊,现在是老而无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那什么叫趁你病,要你命啊 这朝中的大学士鄂尔泰啊 这会儿就想在西北军中扶持自己的力量 扶持谁啊,他那个小弟张广四啊 于是啊,就在这个朝廷啊,雍正皇帝面前啊,弹劾了岳中旗 他呀,说这个岳中旗身为大将军,智不能料敌于平市 永不能奸敌于林市,玩乎纵贼,应义处 这几句话说实在的太恶毒了,哎,有点重 这岳中旗啊,等于在西南西北,兢兢业业干了半辈子 让鄂尔泰这一句话呀,就说成了养贼自重了 那这雍正皇帝正想整岳中旗呢,哎,还有人谈和他 这不就是正在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吗 于是啊,这岳中旗就被消绝到少保,将士爵为三等侯 西北的岳中旗看了朝廷啊,对自己的出了意见 没有办法呀,也只能啊,就是抱个不个人了 可是他没想到啊,哎,这还没到最后的时刻呢 给他脑后最后的一击,就是他身边的副手张广四 咱们在开头的时候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这老张啊,他也是捐班,不过他刚开始捐的并不是武官 是个文官,知府,他可不是汉人 您别觉着他姓张,他就是汉人 他做一根啊,就是奇人,他是湘红旗,汉军 因为推行改土归流啊,立了大功 所以说呀,才以文转武啊 到了亲命宁远将军岳中旗手下做了一员副将 雍正皇帝啊,视鄂尔泰为心腹 那自然啊,认为这鄂尔泰的小弟张广四也是自己的心腹 所以说这张广四在皇上心里那说话是有分量的 就在朝廷宣布了对岳中旗的处理意见以后 这张广四啊,又上了一刀密折 这密折当中啊,是这样参奏的 他说这个岳中旗啊,是一文贼信 不论虚实,折停凉车,数万兵 何以脱命,中旗,往续世俗 号令不明,镇江十家赫世 参有以下,日式边垂 平市,议论风生,或闻小景 张皇失措,幸福刚毕不喜人眼 提早事件,风道欲止,数月不宣,临时突然传世,令人莫测成为 诸事怪癖,难以稀疏,臣虽力图归正,无奈,置若罔闻 君无重大,不敢代为殉淫,扶起皇上前段 这刀子在背后捅的,你都没有翻身的余地 不知道啊,是这鄂尔泰在后边主使,还是张广司个人的意见 看这个张广司后来的行为啊,他好像没有这个脑子 应该是这鄂尔泰从中主使的 这封举报信呢,太歹毒了 一,作为军人呢,他说这岳中旗没胆子 听闻啊,这敌军稍有动向啊,赶快就把运粮的车停了 这样啊,你倒是安全了,可是这数万军士啊 就得张嘴等着犯来不了 并且身为大将者,爱听小道消息 就是连这个士族们的赏罚啊,他都亲自过问 作为主帅,还不听别人的意见 特别的刚愎自用 这皇上啊,您来到云中的旨意啊 他从来不向大伙宣布,都是过了很久很久啊 他才宣布,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臣也琢磨不透 臣看岳中旗啊,这人呢,行为怪癖 作为副将啊,臣也多次规劝 可是不管用,臣不敢瞒着您呢 所以啊,还是请您皇帝前纲读断 那还读断个屁啊 这雍正皇帝正想整治岳中旗呢 就给这个岳中旗啊,下了八个字的口语 叫做物国富恩,最难悉数 交不易,先抓起来 得,前两天呢,还是大将军呢 这一下子呀,下了天牢了 这岳中旗也差点死在天牢里 要不是后来乾隆皇帝登基 这乾隆皇帝呀,下了一刀玉址 说这个岳中旗啊,一物军机 罪无可恕 黄考念旗,曾经效力 是以未将依正法 朕体圣心,不忍令酒席领语 着释放,令其自愧 好,这么大的岳中旗啊 这官儿啊,一妈子到底 让这乾隆皇帝轰回家呀,抱娃子去了 这金川前线一打起来呀 这主将张广四眼看不灵了 这乾隆皇帝于是就又想起了岳中旗 那这会儿这岳中旗干嘛呢 哎,这会儿岳中旗啊,隐居了 在哪儿隐居呀 四川成都,一个叫百花坛的地方 这皇上一刀玉址,这吊链下来 就下到了百花坛 这岳中旗到底是去不去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 самое bakalım 那这个地方是好 拿无试 你别忘了 Africa 对 你是 order 他 你 我 你 看